我只想在這瞬間永遠 大家好 今天我會在做一天的日子 戴著頭巾甜美可愛的她 是一名來自馬來西亞 現年22歲的旅韓學生薩布莉娜 因為在社交媒體上 例如Instagram、YouTube、TikTok等平台 發布許多翻錄韓國K-POP舞蹈視頻 而大受歡迎 但殊不知 身為一名女牧司令的她 常常會遭受到網民的批評 她日前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訪問的時候提到 曾有人給她發私訊 詛咒她下地獄 此外也有網民抨擊 根據伊斯蘭教義 女性根本不能接觸舞蹈和歌唱 但薩布莉娜說 一些人認為她不應該把自己跳舞的視頻 上傳到社交媒體 只因為在異性面前表演 會讓自己被誤化 不過她認為 只要做的是正確的事情 沒有傷害任何人 就不會是一個問題 至於她最典型的相聲 同時也是引起最多網民熱議的頭巾 對薩布莉娜來說 戴著頭巾可以非常地有自信 她也強調 自己熱愛K-POP舞蹈和尊重她自己的信仰 因此才會將兩者結合呈現在大眾面前 她也說 雖然有部分年輕人因為戴上頭巾而無法做自己 但薩布莉娜卻認為 希望大家可以像她那樣活出自我 勇敢跟別人說 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